哈嘞各位,歡迎來到本週的一個卡門,來的Gachato 好不好,這一集的話,大戲超級精彩 算是我個人近期看起來最棒最棒的一集 所以這一集我個人是極大推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這一集好不好 很讚很讚 這一集的話有一個意想不到的一個發展 但沒關係,路不想看也沒關係 我今天就幫大家做個解析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本集的故事吧 成績上回,轉換成UFOX將對方給擊敗 可是依然想不起小時候的事情 並且解決了劇場版的事件 男主正在基地讚嘆自己獲得了超多的卡片 可是學長也提到 除了這些卡片,目前還有一大堆還沒回收 學姐也說,已經要寒假了 你應該有很多時間可以回收卡片吧 一提到寒假,男主臉都綠了 因為自家餐廳全部都被預約滿滿的 男主開始拜託眾人過來幫忙 但學長怕人多,學姐已經有工作了 這時男主看向女主,女主的臉瞬間垮掉 另一方面,敵方的基地正在為上車戰鬥進行療傷 其中一位正憤怒時,大姐說 那位大人,有一份禮物要給你 一份金色力量,還沒等他允諾 直接衝進他的身體,並伴隨著他的慘叫 原本倒地不起的他,伴隨著男性的聲音說 來,用這張正好 男主家的餐館,男主正在招呼聖誕客人 男主的Hoppa1,與女主的一角獸都興奮不已 女主也因為戒指與父親的關係拉近了不少 女主感謝男主並說,我已經可以跟你並肩作戰了 另一方面,轉學生正在總部 因為上次的戰鬥,正在維修自己的變身裝備 原來之前回收恐懼驅動器與監視的指令 都是從這邊發出來的 目前也得知,女主的爸還活著 但目前也就只能等待了 這時,轉學生的目光來到一張設計圖 總部人也跟他說,我們在開發全新的驅動器 甚至可以輕鬆操練那小子的驅動器 並表明,這是專門為了轉學生你開發的驅動器 另一方面,男主在路上意外遇見自己的好機友 但這時,天空烏雲密布 並從中跑出一條舌頭 口機友沒有興奮多久,直接被光線撤到 整個人實話 見識不妙,男主直接變身,開始與之對抗 對方也意識到,男主就是Karmelada 男主剛迴避完一波攻擊 站起身要繼續反擊時,對方就消失了 稍待片刻,眾人也抵達男主這 老師在打過來說,大家趕快動起來 城市各地又發生石化問題 眾人在商討怎麼處理時,第二波襲來 學長與學姐沒來得及逃跑也被石化了 發現這個狀況的,不只有男主還有轉學生 雖然近日一直沒什麼發揮的機會 但一想到自己的身份,總部寄予的厚望 依然變身與巨大的蛇的頭戰鬥 雖然有那個決心,但依然被壓在地上打 關鍵時刻,男主擋下石化炮 並千萬形態伸出藤蔓,將蛇的頭給抓住 放電將其擊潰,並拿出卡片小夾回收 可是都沒有反應,女主趕快來說 還沒結束,大家都還沒解除石化 男主仔細回想,意識到 剛剛打的那個蛇頭好像跟一開始的不是同一隻 轉學生也提出,對方應該是多頭蛇 男主也想到學長的途間上就有這隻 女主直接將天空上的雲給驅散 但當下大家直接傻眼 八旗大神也跟男主打招呼 喜歡我做的實驗嗎? 你對於我的實驗可是非常的重要 女主也因為身體還沒恢復,打算先去疏散人群 男主也叫轉學生跟他一起去 轉學生一開始抗拒 並說放一個菜鳥練技術師 男主打斷 他的目標是我 又我是卡麥拉打 彷彿是被這句話刺破泄氣一般 隨後不甘心的去幫忙疏散人群 男主立刻切換成可以飛行的形態進行戰鬥 攻勢雖然非常猛烈 但那裡只有一開始而已 使用了X聖劍 原本斷裂的頭部卻被接了回去 開始刺激男主 你的表情真是不錯啊 喜歡我的實驗嗎 男主有回嗆說 你怎麼可以為了自己的方便牽扯大家 大蛇也意識到男主的弱點 直接開始襲擊路上人 正當男主絕望之眼能力不足時 一道火焰劃破天氣 出現了跟男主長得一模一樣的卡麥拉打 但全身不滿了大量火紋 戰鬥時 與男主不在同一個等級 使用的卡麥拉打 也是基於原本的火焰版本 男主無法攻破的大量舌頭 在他面前基本一刀一顆 並且使用超必殺技 一個人就將全部的頭 與巨大的聲音踢爆 逼出對方的真神 這屬於大蛇戰鬥的火焰 GATCHAT 說錯了男主的全名 現在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全部交給我 還是要由你親自掌握未來 決定吧 男主的大喊 我要使用我自己的力量掌握未來 直接變成成為Cross形態衝得過去 面對與自己身形相仿的大蛇不足為懼 節節拜託的大蛇也打算偷襲路人 但男主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求然成為UFOX順身擋下 並放上大招將其給毀滅 解除眾人的實話 累態的男主成功回收卡麥拉後 正要感謝另一個GATCHAT 使對方突然消失了 同時敵方也藉機跑走 回到敵方的基地 大姐開始詢問 那個Cross形態到底是 這時 那被大人走得出來 好玩的事情 就留到新的一年吧 來 開始進行下一個實驗 另一方面 基地內 老實說 終於到了這個時刻 並且畫面帶在我們的火焰GATCHAT 以上 就是我們這一集的全部內容 超級精彩好不好 我發現說這一集玩之後 應該就是一個單元劇 聖誕單元劇這樣子 沒想到超展開耶 我真的傻眼 真的很好看 終於是這一集的打戲 應該可以算是說16集以來 最好最好看的一集 假設你個人很喜歡看打戲的部分的話 因為打戲6個比較多 你們可以直接看這一集 這一集打一場超讚 而且這個展開真是超級屌 好扯 沒想到吹兩個GATCHAT 我以為是男爪獲得新的能力 大喊一聲 然後其他X都帶了新能力給男主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是跑出另一個GATCHAT 而且這GATCHAT的感覺啦 他一開始展開那個版面 跟他的卡片數量 感覺就跟男爪不在同一個時期 一點點 但沒關係 我們先來一家新的辦法 跟他小聊一下 第一個的話是我們的火焰GATCHAT 我記得看好像有人是翻黎明GATCHAT 簡單來講就是跟敵方那種黑暗面 有點對立的GATCHAT 因為我現在目前聽聲音 我剛才有稍微回放一下 感覺應該不是老師啦 因為畢竟老師在後半段 有帶到我們的火焰GATCHAT 但是老師感覺知道什麼 可是我自己覺得應該不是老師變身的 應該啦 但我也不太確定 但是也有可能是我耳朵有點問題 但是這話我們先排除老師 他要嘛 感覺應該是未來的男主 不然就是男主他爸吧 我自己覺得 但是男主他爸感覺機會又有一點點低 一點點一點點 個人覺得 畢竟男主有丟失一些片段記憶嘛 就與小說記憶 所以呢 如果這個來自未來的GATCHAT 其實我也不意外 畢竟這部劇裡面 雖然一開始還好 但是一直有那種前後關係 再加上他們這次戰鬥時 他就像展開畫面時 他跟以往GATCHAT不一樣 以往GATCHAT還是在那邊抽卡片 但是他是有一個整體的一個介面 而且感覺那個介面的卡片非常的齊全 主要是看到那個版面 會讓我覺得 嗯 感覺好像是未來已經把卡片全部收起在GATCHAT 然後過來支援現在的GATCHAT 這種感覺啊 一點點一點點 但是也不太確定好不好 而且 重點是在戰鬥時喔 明明這個GATCHAT 他只是使用基礎型態 也不能講基礎型態 就是他自己專用的一個套件 然後切換成這個型態 面對上男主連使用Cross 都打不進的一個大蛇 他可以一刀一隻 所以呢 感覺出來他的磁力啊 卡片數量啊 應該都是跟男主角不在同一個量級 所以呢 這邊才會讓我覺得 他應該是未來的男主角吧 應該啦應該啦 不然就是 男主角消失一久他爸 畢竟現在目前劇情也過了三分之一嘛 其實如果這是男主他爸 好像也蠻合理的啦 但是呢 如果這麼早出現 又感覺不知道要放哪啦 所以呢 男主他爸的機率感覺比較低啊 我自己覺得可能是未來的男主角 不然就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角色啦 如果是莫名其妙角色 那我會覺得有一點點失望 一點點 那我只能說啊 就是往常那套啦 新騎士出來就是有那種保護旗啊 而且這個保護旗還會有超級buff這樣 因此呢 這個火焰GATCHATCHATO的身份 目前還不得知啊 目前就知道他說了一段話啊 就是一個全部交給我 還是你要親自掌握未來這樣子 蠻好奇的 蠻好奇的 其他講這句話又有點讓我感覺 不像是未來的男主啦 就是敵方大boss先生啊 男主就是最佳實驗品 對於男主執著不只有軍啊 連敵軍也是非常的執著 結果他們在這次戰鬥時 可以看得出來啊 結果他就是一直想要瘋狂的 折磨的男主啊 雖然說會殺他啦 但是主要都在折磨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 或許這可能是跟未來的暴走形態有關係吧 畢竟男主 其實我自己覺得他比較偏 有點情緒化一點點 就在設定上啦 或許或許他們就是想要利用這一點 像他戰鬥時啊 他一直發現男主好 對於路人過於的關心 或是一般的群眾啊 所以呢 他才會反倒去襲擊他們 他可能就是想要牽動男主的情緒 去引發出一些神秘的力量 甚至讓男主的暴走會變黑暗騎士 大boss的目的是什麼 還不得而知啊 只是他知道他把男主當成最棒的一個素材 所以呢 大家可以期待今年的暴走形態 因為應該是穩了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 Commelio的Gacha 動路 喜歡的情報 在這邊我們下見 掰掰